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资源以及合作渠道 得到大家的一致好听和支持 加拿大青海总商会会长王玉发表讲话 他说 加拿大青海总商会以促进青海省和加拿大的经贸合作和商业往来为几人 将致力于中加贸易发展互惠互通 为家中两地搭建一个高效务实的商务交流平台 青海省和加拿大在很多方面有共通之处 随着中加商务合作的持续健康发展 两地投资合作前进不可限量 今天是我们青海总商会的成立仪式 然后同时我们受青海省政府的委托 然后帮青海省的这个倾向会 做第一次的海外加拿大的推介会 我们也非常的荣幸 趁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活动来举办我们的这个成立仪式 非常感谢所有的来宾 今天加拿大三级政府的人 然后包括这个各大商会 还有这个桥林 桥界的朋友 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好朋友 都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 然后来支持我们 特别特别感谢 青海省政府呢 跟我们在近几个月里面 也做了非常深的这个交流和沟通 那么他们对我们也是非常支持的 很多部门包括桥办 桥连 外事办 还有商业厅 工商联 这个很多部门 包括我们新下会这次的这个职委会 都对我们有非常这个大的这个期待 然后热情以及这个支持 我们跟他们有更多的这个沟通 我们六月份会回去到青海省 参加我们青海省的这个青夏会 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跟这些商务部门 以及青海省的各大集团和公司 做更深一步的这个交流和合作 对 希望增加中加两地的这个经贸往来吧 青海总商会 加拿大青海总商会 总部在多伦多 今天就正式挂牌成立了 实际上之前他就搞过活动 这个青海 加拿大青海总商会的成立 我觉得是填补了我们这个加拿大 特别是大多伦多地区 华人商会组织的一个空白 因为青海省呢 这个是我们西部省份了 这个也是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一个地方 这个资源很丰富 在这儿呢有很多这个青海籍的侨胞 特别是企业家 那么他的成立呢 我相信会大大的促进青海省的都要开放 大大的促进青海省和加拿大的这个交流和合作 也大大的促进我们青海籍的企业家的团结 互助共同努力把我们青海省发展得更好 把我们加拿和青海的这种交流和合作发展得更好 你知道青海啦 中国改革开放有40年了 初初当然是沿海的 上海啊 广州啊 北京啊 青岛 沿海城市 那沿海向陆陆去啦 那现在就应该呢 向这个大西部啊 那是应该开发的 那另外那些 那里面开发牌呢 就变成了社会比较平衡一些嘛 那我觉得是个好事来的 那当然啦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在这个青海总商会 那在安省在这个万錦市 有个这么大型的活动呢 就是去揭牌儀式 就是成立啦 那首先我多了 是这个恭喜他们啦 那希望他们就是这个 在青海方面 帮我们的联络啊 可以增加 那可以增加这个青海 和这边的企业的交流 不是 另外呢 他有个合谈会的 那希望他今天就是 原本成功啦 你应该做多些呢 就令到两方面的企业啊 或者那些公司啊 多些来往 多些沟通 多些明白大家做生意的文化 那我想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对不对不对 今天就现在刚刚开始 啊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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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不是那么肚啊 把我们的钢啊 又要加税啊 那变了一个很大的 提示给我们 加拿大或者安省 就是我们贸易呢 一定要分散投资 分散贸易 美国当然重要 但是其他国家呢 都是重要的 那希望呢就是 加拿大好啊 墨西哥好啊 或者其他国家好 那世界是竞争的 大家呢 应该呢就是 互相合作得来呢 是希望 怎样可以呢 大家都可以赢啊 不要输 那是一个 好好警惕 希望加拿大呢就知道 分散贸易 分散投资 分散交易的好处 中间